韩国人真的不睡觉吗 真的 他们已经把睡眠给净化掉了 眼前这个女孩 白天上班 晚上兼职 一天只酣睡三个小时 她白天靠冰美式提神 晚上靠安眠药入睡 你以为这只是个例 在韩国却是普遍现象 数据表明 韩国首尔的平均睡眠时间 在5.5个小时 稍微努努力 就能赶超日本东京 稳居亚洲倒数第一 然而日本人好歹一有时间 就打个盹 韩国人是真的不睡觉 职场打工人的睡眠时间 在3到6小时 初中生的睡眠时间 则不足5小时 眼前这个女孩就是个狠人 她叫金 已经32岁的她 每天打着两份工 早上9点到下午6点 她在一家技术公司 当网页设计师 别人下班后 是回家葛优堂 她得赶紧啃上几口面包 然后睡觉 因为等她还睡3小时后 还要奔赴第二场 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 她要在便利店里当营业员 便利店下班后 已经连轴转了10小时的她也不停歇 得立马跑去技术公司 打卡上班 周而复时 如此高强度的工作 让她每天只能睡3小时 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 金还是坚持每天全装上班 努力给顾客留下最好的印象 堪称最美打工人 在这种人生 没什么盼头的情况下 金还是有一个梦想 那就是开一家 属于自己的便利店 然后在45岁前 实现财务自由 为了实现梦想 除了每天疯狂工作开源 她还要节留 每个月75%的工资 必须存起来 饿了就拿酸奶和面包 填饱肚子 困了就灌兵美食提神 睡不着就吃安眠药 强迫自己睡觉 因为睡眠时间太少 她上班时精神涣散 经常犯错 时常被领导 骂个狗血淋头 但是为了钱 她只能选择甘之如頤 在韩国 熬夜并不是大学生的专属 而是全民化的生活状态 而造成韩国人民不睡觉的主要原因 只有一个 那就是卷 为了不落余人后 韩国民众选择缩短睡眠时间来卷 韩国大企业和小企业的平均薪资 差距高达40% 普通家庭子女想要有体面的收入 就只能加入内卷大军 卷文化从娃娃就开始抓捷 学生一天要学习17个小时 甚至流传着 四当五落的名言 睡4个小时 就能考上心仪的大学 睡5个小时就要落榜 要知道 中国著名的高考工厂衡水中学 睡眠时间也绝对超过6个小时 卷过了学生时代 好不容易毕业 又要开始卷工作 别看韩国的GDP足够高 但是韩国的贫富差距极大 尤其体现在就业方面 一个三星集团 就能贡献全国五分之一的GDP 但能提供的就业岗位 还不到3000 狼多肉少 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就业前景黯淡 外加不断上升的生活成本 让韩国民众卷成了王中王 这位小哥的梦想 是进三星当马农 大学毕业的他 本以为很快就能梦想成真 然而很快就被现实狠狠搭连 他连三星的门把手都碰不到不说 照其他工作也屡屡碰壁 如今毕业已经五年多 简历仍是空白 由于外面房子的租金太贵 他只能选择七平米的鸽子龙 吃喝拉撒都在这方寸之地解决 为了早日实现梦想 小哥决定再拼一把 白天打工晚上学代码 学到十二点睡觉 然后凌晨三点就起床 继续学习 一天也只睡三小时 找工作难 找一个稳定的工作更难 2021年 韩国失业率达到了25.1% 年轻人因为恐慌压力倍增 为了不为辞退 只能卑躬屈膝的玩命工作 加班成常态 为了打败竞争对手 获得有限的竞争机会 大家又被迫进入新一轮内卷 这些命运掌握在上司手中的打工人 不敢拒绝领导的邀约 下班后还得化身给前辈烤肉 添酒的工具人 等到工作彻底结束 往往已是凌晨 但是被职场支配了一天的他们 怎么敢现在可以短暂 做自己的黑夜里安睡 所以大家都会利用凌晨时间疯玩 夜生活就像刘舍席 第一轮吃饭喝酒 第二轮夜店蹦迪 最后到KTV唱歌哄啪 市别将属于自己的时间百分百利用 本来说好了要早睡 结果变成了早上睡 在生活压力 工作压力 加班文化和夜生活文化的多重压迫下 韩国人熬夜就跟呼吸一样平常 身体里流淌的也不是血液 而是冰美式 韩国人对咖啡的热爱超乎你的想象 韩剧里几乎每个演员都会买一杯冰美式 练习生们也坚信 冰美式能减肥 一天来个四五杯是常态 所以韩国的咖啡店开的遍地都是 一个十万平方公里的地方 却开出了十万家咖啡店 相当于每四百米就有一家 店开的多还不行 还得够近 不同于普通的冰美式 有些咖啡店甚至出了双倍浓度 三倍浓度 还有超大杯1.5升庄 真正做到了把咖啡当水喝 你要说韩国人这么熬 猝死率肯定居高不下吧 那你还真别说 韩国人虽然睡眠时间短 自杀率也居高不下 但是人均预期寿命却达到83.5岁 比我国还高了五岁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他们是一边做死 一边自救 努力探索 人类熬夜极限的韩国人 有自己的保命秘诀 不同于保温杯配枸杞的老干部作风 左手鸿参 右手美式 是每个韩国年轻人的标配 一杯咖啡下去提神醒脑 一带鸿参下去 肾上腺素飙升 立马原地起飞 在韩国 保健品是潮流的象征 连广告代言人 都是清一色的小心肉 除了内服 保命秘诀里还有一条外用 那就是健身 韩国健身房的数量 仅次于咖啡店 大家觉得 熬夜给身体带来了伤害 那就去健身 哈佛大学图书馆 凌晨四点灯火通明 韩国健身房 半夜人满为患 年轻人哄啪结束 不是选择回家睡觉 而是健身房 撸铁健身 女生练得玲珑有致 男生则致力于 把自己练成双开门冰箱 好像只要肌肉练得足够大 猝死就找不上我 该说不说 在压榨自己方面 韩国人真的是独一道 好像只有把自己 折腾成了苦心层 才是对自己 人生无悔的回馈 殊不知 熬夜有风险 入火虚谨慎 鸿身掉命 极限锻炼 最后得到的 可能只是一具 肌肉发达的尸体 喜欢的话 一定要关注点赞 见识君和大家 一起看更大的世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